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台湾最新的重大政策变更 两岸同性伴侣如果在第三地合法结婚 将可以在台湾进行婚姻登记 这一宣布不仅让台湾成为亚洲婚姻平权的先驱 也标志着对于同性伴侣权利的重要认可 根据台湾内政部的声明 这一策的落实旨在保障婚姻平权 并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提供更多的法律保障与社会认可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政策背后的挑战 中国大陆并不承认同性婚姻 这使得两岸伴侣在台湾的婚姻登记 仍然面临着许多复杂的法律障碍 而且这一政策的执行并非一帆风顺 伴侣们需要经过繁琐的文件检查和面谈程序 才能在台湾的护证机关完成婚姻登记 这就像是参加了一场考试 只有通过了才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刻 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台湾在2019年已经成为亚洲第一个合法化统性婚姻的地区 如今又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更坚实的一步 未来随助国际对婚姻平权的重视 或许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这场运动 让爱不再有界限 所以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台北的天空在9月19日这一天显得格外明亮 仿佛在宣告一条重要消息的到来 台湾内政部通过官方声明宣布了一项突破性的决定 两岸同性伴侣如果在第三地合法结婚 将可以在台湾进行婚姻登记 这个消息不但在台湾本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也迅速传遍了国际媒体圈 台湾中央社、自由时报、上报以及日口新闻等媒体 纷纷报道了这一政策转变 称之为台湾婚姻平权的又一里程碑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在当天的记者会上 详细解释了这一决定的细节 他表示台湾对于两岸婚姻一直有严格的规定 要求在中国境内或第三地先办理结婚手续 并经过面谈后才能在台湾办理结婚半年结婚登记 这一政策旨在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然而随着全球约有35个国家陆续承认同性婚姻 这一政策的调整也变得不可避免 梁文杰指出 这一新的政策允许两岸同性伴侣在第三地结婚后 可以在台湾进行婚姻登记 前提是经过政府部门的文件检验与面谈 台湾在2019年成为亚洲第一个合法化同性婚姻的地区 这一大胆的举措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 然而同性婚姻的落实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尤其是在中国大陆仍然不承认同性婚姻的背景下 梁文杰提到中国当局不会接受 已在台湾登记的同性婚姻作为去除大陆户籍的理由 这意味着两岸伴侣在台登记结婚的实际效果 仍然要看中国自身对于婚姻平权的进步状况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政策 台湾内政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台湾行政院已与相关机关召开会议 讨论了关于两岸同性伴侣在第三地结婚后的入境事由 面谈机制及登记程序等行政管理措施 经过充分讨论后 决议开放两岸同性婚姻的登记 以保障婚姻平权 这些行政措施的调整并非轻而易举 必须在确保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并获得社会广泛支持的前提下进行 内政部还强调 将会加强对大陆人士赴台人流管理机制及安全管理 以确保政策的顺利实施 梁文杰在记者会上进一步说明了所谓第三地的概念 指的是那些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 目前全球一有约35个国家承认同性婚姻 他指出两岸婚姻的面谈制度已经实施了于20年 立任政府都是基于组结跨境假结婚 避免衍生国安和社会治安的问题 始终坚持两岸婚姻必须先在境外结婚 然后通过国境几机场和港口线上面谈后 才能入境办理结婚登记 然而梁文杰也且承认 尽管台湾方面承认两岸同性婚姻 中国大陆的态度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 在中国不承认同性婚姻的情况下 大陆籍配偶若想取得台湾身份证 必须先放弃大陆户籍 但中国大陆不会接受台湾的同性婚姻 作为去除户籍的理由 这意味着尽管台湾允许两岸同性伴侣在台登记结婚 但大陆籍配偶可能仍然无法取得台湾身份证 最终的落实效果还有待观察 台湾在2019年通过的同性婚姻法案 使其成为亚洲第一个合法化同性婚姻的地区 这一法案的通过不仅是对同性恋 双性恋和跨性别者LGBT 与群体权益的肯定 也是对社会进步和人权保障的重大承诺 此举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和赞誉 被视为亚洲婚姻平权运动的意大利常卑 此次予许两岸同性伴侣在台湾登记结婚的政策 无疑是对这一先驱地位的进一步巩固 然而现实中的挑战依然存在 大陆籍配偶取得台湾身份的过程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 中国大陆对同性婚姻的态度仍然不明朗 这些问题需要时间和更多的国际合作来解决 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有不少两岸同性伴侣已经在台湾的街头雀跃庆祝 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其他国家合法结婚 但始终无法在台湾这片土地上获得正式的婚姻认可 如今他们终于可以在台湾的土地上 拥有属于自己的婚姻登记 获得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认可 这无疑是他们多年来努力和坚持的结果 也为更多的同性伴侣带来了希望 这一天对于许多在爱情和婚姻中 追求平等权利的人们来说 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台湾政府的这一决定 不仅是对同性伴侣的尊重和认可 也是对多元社会的包容和接纳 未来随着更多国家和地区逐渐承认同性婚姻 全球范围内的婚姻评选运动 也将迎来更多的胜利和进步 在台湾这片充满希望和爱的土地上 婚姻平均的故事正在继续书写 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温暖和感动 无论未来的道路多么坎坷 这些追求平等和自由的人们 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幸福与美好 台湾再次以其开放和包容的姿态 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多元进步和充满希望的社会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台湾内政部于9月19日宣布 两岸同性伴侣在第三地合法结婚后 可在台湾进行婚姻登记 此政策是为了保障婚姻平权 确保在两岸关系特殊性的前提下 保障同性伴侣的合法权益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为了国家安全考量 两岸婚姻需在中国境内或第三地结婚 并经过面谈方可入境办理结婚登记 目前世界上约有35个国家承认同性婚姻 虽然中国不承认同性婚姻 但两岸伴侣在台湾登记结婚 仍需依赖中国对婚姻平权的进步 台湾在2019年通过同性婚姻法案 成为亚洲第一个允许同性婚姻登记的行政地区 受到国际广泛关注 为了保障婚姻平权 台湾内政部在9月19日发布新闻稿 宣布两岸同性伴侣 若在第三地合法结婚 即日即可在台湾办理结婚登记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内政部表示 此决定是基于保障婚姻平权 行政院已邀及相关机关 讨论同性婚姻 涉及中国大陆人民的相关议题 并决议开放两岸同性伴侣 在第三地结婚后的入境是由 面谈机制及登记程序 该政策强调 任何调整措施 需兼顾台湾安全及社会安定 并得到社会多数支持 因此相关机关将强化大陆人 是赴台人流管理及安全管理 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解释 所谓第三地 是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 台湾内政部护政司网站 列出了这些国家名单 两岸婚姻需经过面谈制度 这一制度已有20多年历史 目的是避免跨境假结婚 并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资安 关于两岸同性婚的大陆籍配偶 是否能取得台湾身份证 梁文杰表示申请入籍 需先放弃大陆户籍 但中国不承认同性婚姻 可能不会去除户籍 因此台湾方面承认婚姻 但大陆籍配偶仍可能无法取得台湾身份证 最终结果还需看中国对婚姻平权的态度变化 台湾在2019年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和法化的地方 保障了同性恋 双性恋和跨性别者 LGBTQ家等群体的权益 此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台湾 在婚姻平权道路上的进一步推进 也显现了台湾在LGBTQ家权益保护方面的前卫地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哇 台湾又一次成为亚洲LGBTQ家权益保护的先锋 不得不说 这次的举动真是大大的让人眼前一亮 9月19日 台湾内政部宣布两岸同性伴侣 如果再承认同性婚姻的第三地合法结婚 那么他们也可以在台湾进行婚姻登记 这一消息 简直比早上那杯咖啡还要提审 台湾是亚洲第一个通过同性婚姻法案的地方 这次更是为两岸同性伴侣打开了爱的绿灯 可以说是平权的又一次大突破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 在记者会上详细解释了这一政策 原来两岸异性婚姻早就有了相应的规定 那就是需要在中国境内或第三地办理结婚手续 然后经过一番面谈才能在台湾入境办结婚登记 同性伴侣也要走这条路 不过问题是中国不承认同性婚姻 这就让事情变得比吃个五人月饼还要复杂 台湾这边虽然敞开怀抱 但大陆那边的态度还是个大问号 台湾内政部还特别强调了两岸事物的特殊性 意思很明确 就是说我们得在保证台湾安全和社会安定的基础上来 进行这项调整 因此 内政部将会对大陆人士入境 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和审查 不过 台湾内政部和陆委会的这些措施 无疑显示了台湾在保障婚姻平权方面的坚定立场 牺牲一点时间和流程来换取更多人的幸福 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 当然 这一系列操作也不是说你登个机票就能马上搞定的 流程还是有的 台湾内政部规定 两岸同性伴侣需要提交经过政府驻外机构验证的结婚证明文件 然后还要和相关机关进行面谈 这个面谈听起来就像是一场大考 考完才能正式在台湾护政机关办理结婚登记 这一切听起来虽繁琐 但总比被现实挡在爱的门外要好得多 未来陆籍配偶能否取得台湾身份证还是个问题 梁文杰指出 因为中国不承认同性婚姻 所以大陆籍配偶很难通过去除户籍来取得台湾身份证 就像吃了一盘麻辣火锅 最后发现没水喝一样 让人倍感无奈 不过梁文杰也说这还要看未来大陆对这议题的态度 说不定哪天风向一转 两岸的同性伴侣也能像异性伴侣一样享受完整的婚姻权益了 台湾在2019年成为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化的地区 这次进一步开放两岸同性伴侣的结婚登记更是一次坚定又勇敢的前行 作为亚洲保障LGBTQ家群体权益的先锋 台湾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力量和希望 或许这些步伐会成为其他亚洲国家的启示 让更多人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勇敢地说出那句我愿意 总之台湾这一举动不仅为两岸同性伴侣提供了更多选择和机会 也体现了对婚姻平等的高度重视 希望未来有更多地区能加入这股平权的浪潮 让爱不再有边界与限制 台湾你真是棒棒的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爱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们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YouDo Well,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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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